和温开水泡饮品或是来碗热乎乎的泡面 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台电热水瓶 天气变冷使用率更高 但想象得到吗 看似普通的电热水瓶竟然是吃点怪兽 我会24小时都插着 如果一直在飞行 我都是摄热60度C 电热水瓶整天插电 24小时保温 外加自动加热 一年下来耗电量仅超过冰箱 以5公升容量来看 光是保温的电费一年约1500上下 这还不包括煮沸水所耗的电费 该怎么用才能不耗电 第一使用省电定时功能 上班族外出前 先设定倒价后 在煮沸能省下36%用电量 一年省起码1000块钱 接下来像是泡牛奶 可改用60到70度的温水 以及温度设定 从98度改为90度 能节省25%电费 一年少300到500元左右 设定加热时间 减少无畏的加热次数 长时间外出时 关闭电热水壶的电源 省电达人建议 如果每天使用次数不多 可改用快煮壶 需要时采煮水相对较为省电 几招秘诀 阻止家里的吃电怪兽 默默让电费暴增 记者黄祥富王百英 台中视访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